欢迎回来即场 教路知有问必答环节感 家庭观众如果有任何股票问题 都可以随时打电话来帮我们 电话是204-656 又或者传电邮帮我们 掌握身边的嘉宾就是要财政券的分析员王伟豪 Wafi 你好 Wafi 我们先解答一下家庭观众的电邮有问题 有位Esther就想问一只700腾讯 腾讯现价150.9 今日升超过1%上来 他就问腾讯上网空间有多高 就见到今天升超过150元的位置 腾讯未来的表现走势上是怎样看的呢 如果谈到腾讯方面 未来的走势是怎样看的 我觉得都似乎现阶段来说 短线能够快些收获10-20天 因为近期好就好在都是低位到徘徊 未有太大再下市的走势 而且之前两次 早前11月底一次加上10月头一次 两次去到大概140元左右 都相对有个不错的支持 所以暂时初步看 如果中线看 可以做个明确的指示位置 假设连反复后市都不穿这些位置 其实我觉得腾讯方面 可以慢慢走得好一点 但大家初步看回 可以先看什么位置 刚才也说到 如果能够这几天 能够找10-20天线的话 短线来说 只要能够突破这个 这个华人区位的大概160元 哪些位置 已经可以先上网大概65元 看看50天线 所以如果真的要考虑的时候 我会建议 可以等10天下天线 今天或者短线来说 站得稳才入市 也未迟 而入市之后 可以将目标价 165元 而下面来说 穿回140元 先行做方指示离场 我觉得这样的区间炒作 其实腾讯都叫现阶段来说 都可以博得过 好 谢谢 另外解答一下Emily的电邮问题 Emily想问三只股份 第一只想问941中移栋 她问中移栋什么价钱可以入 现阶75.2元 今天升了4毫上来 最高见过75.5元 但其实见到人民币会价跌 见到中移栋持有那么多大量现金的话 对股价表现来说 会不会有影响呢 是的 如果人民币会价跌 大家都知道 中移栋方面 真的手持燃金非常之多 相关这些方面 当然不多不少也有影响性在 但至于是否影响那么大 或者对业务方面有没有影响呢 我反而觉得这些方面未必会有 始终来说 那些现金也算多出来 只不过暂时未有相关用途 或者未有明确用途 守持住 所以某程度上 人民币方面近期会价方面有跌势 只是在账面上 或实质持有点下跌的原因 但某程度上业务方面 的确没太大影响 而且你说真的 选择中移栋 大家不断都知道 始终是防守性比较强的股份 现在短短在看中 虽然近期股市稍微靠近一些 但未来升下跌 这一刻也不敢说 下定量或100%可以肯定 仍然有个隱忧 究竟这一阵好完之后 大家会有看一些不好的东西 或者到时实质外围方面又是不好的时候 令到股市又再坐下去 如果真的这样的时候 其实对中移栋这些 又再发挥一些资金避难所好 或者防守性 或者避险性质股份也好 相对应该都有不错的支持 而正正来说 你见到中移栋不断股价也是 其实钓得挺稳的 近期来说不是充足很高 但幸好不断在现水平大概72-76元这区近 6元左右不断浮沉 或者未有太大的下跌空间等因素 虽然仍然是价格的大市位之强 所以如果考虑得的时候 某种程度上是在看 后市方面依然对整个大市 不算看得太乐观 或者也会觉得有机会继续往下市 可能一些位置 虽然一段来说 如果考虑中移栋 亦都可以这样考虑 但问题就是价位上去哪看 刚才也说到 始终现阶段中移栋自从10月开始 其实不断在6元左右的区间浮沉 或是未有太大的正面 即是向上升或向下跌的因素 虽然如果真的考虑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这些位置 75元那些位置 都可以慢慢考虑回 因为除了仍然跨着 这个长方形通道去走之外 也慢慢会聚在这一点 你看到几条线 都慢慢积聚在75元那些位置 所以这些位置来说 只是等待究竟向上突破 还是向下突破 所以如果这些位置上了车的时候 我只是等待一些讯号 如果当我市场真的不好 又或者自己本身 中移动出一些好的人文数据 其实某种向上突破的机会 是挺大的 更何况来说 你看回整个走势都会知道 不断都是一阵高过一阵 而一段来说 中移动走势也是偏强 所以我觉得稍稍来说 向上突破的机会 大概是向下突破的 如果真的75元上车的时候 向上突破看回哪些位置 先先来说 可以看回大概78元这些区间 就是整整这个框框里面的顶部位置 但如果当一突破这位置的时候 其实慢慢可以看回之前高位大約81元 但相对来说 如果短线来说 我会觉得村温大概72-3元这些价位 先行离一离去抢 其实相对直规空间都比较高 甚至是风险来说 不算太大 好 谢谢 另外Emily也想问 1212就是利福博世 她也想问是什么位置入 比较安全些 见到现价17.94元 今天升广8元上来 最高见过18.38元 其实这类型的消费品股份 其实最主要都是受惠于假期 又或者一些黄金销售当期的因素 圣诞节快来了 短期有没有得炒呢 这方面的确 这些零售股也好 白发股也好 的确受一些季节性影响 或者假期方面影响比较多些 的确如果真的来到圣诞节 之前来说有没有机会炒回一阵 当然来说 看过去就有这样的机会 但今年来说 暂时一日为止 都受的因素比较多 始终一方面好的 就可能看回四冷假期 之前有机会炒回一阵 但不好的话 亦可以看外国方面的经济环境 也好 或者会拖累到本港 甚至内地的经济的限性 因为算来说这些百货股 零售股 都要受这些消费指導 暢不暢往 比较好的影响性多些 算了 经济方面有个限性风险 拖累到大家的消费能力有个削減性 或者大家忧虑这方面 可能这方面对股价来说 有一个折扣 或者最后要看回哪一方面的力量大些 究竟好还是不好 好方便的数大些 虽然这方面 如果利福方面 未来有机会炒 的确这方面 完全现阶段 很难被完全肯定住 但是好在 股价来说 我都会觉得相对可以看得好些 因为为什么这么说 正正就是之前来说 高位26.5 即8月开始 转回来转到大16元这边 但是转完之后 你见到近期 是不断在这些位置 反复去到 充满上去 未有再大跌的空间 甚至拉回来 近期短线来说 慢慢都呈回一个明显的上升动力 虽然现阶段来说 我会觉得股价上的反应 好就好在这一件事 但是也一样 始终中线这体 都仍然受制于下降通道 所以可能上网空间 暂时不算太大 但是好就好在 我觉得行风亦不算太高 所以要炒完的时候 其实价位上 我会觉得先在大概 延阶段这些价位 其实都可以试一试 因为某程度上 正正来说 你都见到慢慢互聚一点 亦是借近大概17.9至18元这价位 如果这价位上升的时候 我会觉得短线 有机会成就刚才所说 一些叫升等当期也好 或者真是好的因素 比较概括一点之下 有没有机会试下 19元这些价位 大概是50天线这些税位 因为你见到过去 11月头也好 或之前也好 其实当一次穿了50天线之后 其实不断反复在这条线之下走 暂时没有太大明确的空间去突破 所以先看50天线 做短线目标价 而下面来说 我会觉得穿了17元 穿了17元的时候 先行指示离场 我觉得相对利福 现阶段都可以叫它直播 另外他想问1398公行 他就想问前景 现价见到升价1毫日 去到4个8毫日 最高见到4个8毫日 公行方面 其实今个星期的会议 中央经济会议 会否对他来说 会有一个充喜的作用 如果这方面 的确是现阶段看的 公安也好 或者整个楼盘也好 看有没有机会继续放水 或继续调得存储等因素 有的时候 当然 再盛上这几天的工作会议 可能多不少都会对金融股 有些利益支持 应该对股价也有个正面支持 但也是那点 现阶段都不断强调 内容股依然有短线操作会好些 因为中长线看 特别夏年方面 都依然未敢太过明确 因为受的因素都依然是比较多 可能都是等等那些坏账 或者不能太宽等因素 所以中长线看 依然都会对股价可能有些受惑 但是短线来说 不多不少都会受回刚才所说的 一些解冻现象 或者放水因素 可以令股价是充高一层的 所以如果1398方面看回 我会觉得 始终你见近期股价都相对比较强些 突破完这个上升列口之后 其实不断在4.6以上这些位 是不断反复去浮沉 虽然有太大的突破空间 但如果真的先先可以上网的话 其实可以看回之前高位 大概5.2这些位 只要我觉得反复下回来 不穿50片线 大概4.5这些位 其实后市来说 问题暂时不大 好 谢谢Wafi 这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下一节回来 仍然都是职场交路 之有问必答环节 家庭观众 如果有任何股票问题 欢迎打电话来给我们 电话借2804-6566 又或者是伸电邮给我们 见到恒指最新升264点 去到18850点 其指升315点 回来再和大家见面